是人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陛下想必现在已经下旨 赐我一丝一谢天下吧 我死之后 苗银一族也必然会被屠戮殆尽吧 功亏一篑 是有点可惜的 天下有道 以道训身 天下无道 以身训道 我们掌握着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要让世人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真相什么的 还是不知道为何 看不见真相 是神明对世人最大的词诶 对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之交词 人上之人 可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呀 人下之人 你跟他们说真话 他们会相信吗 他们只会认为你是异类 是个怪物 他们要的就是谎言 诗者也已 生者不死 执念太盛必胜心 你又何必不见自负 您就甘心吗 您就甘心 背负着被世人背叛的屈辱 这样一辈子过下去吗 你姐姐太固执 为何就是不肯放弃 你救不了她的 在这里 一切结局都是无法改变的 明知改变不了 为什么还要做 有些事情 明知改变不了 也不得不做 我们的能力 是与生俱来的 是上天赐予我们的 我们生有力量 我们看得见真相 是上天要我们替天行道 上报皇恩 下报黎民 我们能力 不是用来给别人鄙视的 我们用一格格旋转的灯文 记载一段段沧桑的历史 一个小小的灯文 居然可以重现过吗 真是个奇迹啊 这算什么奇迹 九爷爷不要太过自卑了 文章千古诗 得失寸心之 我们不过是记录了一些 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你手中的笔墨指标 才是真正能够创造未来的奇迹 是的 这里并不是过去 可以改变回来 才是过去 这里 不能